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大同意的频道 那UP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 去参加了一个叫做 德国业主大会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叫做 Eigentum of ZAMLU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业主委员大会 然后在业主委员大会里面 会有一些讨论的事项 然后看是否会通过 然后还有就是看一下 今年多退少补钱的状况 然后只有这些 大家同意通过之后 这个物业才能扣费 还有一些决案才能通过 那由于我们是住了一个比较高层的楼 里面这个业主可能有几十户 去参加这个业主委员大会 我当时看了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这边德国的老人 只有30%的人去包括UP自己 那如果你不去参加这业主委员大会 就相当于放弃你自己投票的权利 就相当于你没有这一票 或是你可以委托给一些 你觉得可以相信的 还有这种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成员 结果你可以委托他们 去把你投票或者怎么样 那UP也去第一次去参加了 这个德国的业主委员大会 就相当于说他们是要民主的去投票 我也非常的好奇是怎么样的 到那边之后发现有一些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业主 那是因为这些业主 他把他们的房子都有些租出去了 这个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UP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这个业主委员大会 觉得非常奇葩的四个决案 那首先第一个决议 我就觉得非常的离谱 但是我有些人收到这种文件 他会告诉你我们的日程 大概要讨论几个点 他都会写在这种上面 告诉你你需要去准备一下 或是看你同不同意 然后到时候再发表出来 那其中我当时看到这上面 有个决意就非常的离谱 那这边就是有一个老太太的业主 他要把他的房子租出去 但是由于这个整个整栋楼的 户型的原因 然后他和一些设计的缺陷导致 其实在那个储藏间里面 偶尔会有雨水渗路 造成一些那种虚 就会展现煤什么的 就偶尔会这样子发生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的房子没有租出去 他要求大家赔偿他 2015欧元 原因是因为由于这属于 整栋楼的权限 属于我们大家造成的这个原因 要赔偿他2015欧元 导致他这个房子没有办法出租出去 没办法去赚钱 非常无语的一个请求 我当时看到我就说 那你这个设计缺陷 那理论上来说 只要有把房子租出去的人 他没有没办法走出去 因为这种理由 他都可以向我们索赔 然后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住在这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因为这个原因 去向大家索赔 这种健康损失费呢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请求 或是这种决案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离谱啊 怎么会有人 会有这么奇怪的要求 我们我就当时是去 去那个业主员大会嘛 当时就有个化验 然后为这个房东老太 他就是去说嘛 他说是因为 他也试了很多种方法 甚至去更换过各种各样的什么 乱七八糟的那些配件 还有说去修复 结果都没有修好 做了很多的努力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去修复 导致了这个租客不租了 所以他损失了这2015欧元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肯定会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离谱啊 所以一般人都会拒绝吧 万万万万没有想到啊 全场差不多当时到场 我估计有快30个人吗 30个业主 只有我一个反对票 一个弃权票 我当时都惊呆了 我手伸起来投反对票的时候 就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我又会有很多人吗 不过可以理解是因为 大部分在场的人都是 很多是大爷大妈 我感觉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 甚至三分之二的人 是其实是把房子出租出去了嘛 对他们来说 如果这个提案行 那他们以后也可以用这个提案来 去为自己挽回损失 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去拒绝这个事情 那这就倒成一个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我这一票毫无意义啊 我反对有什么用 那大家都通过 他就是得通过的 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你损失的这些钱的证明 理由还有一些 比如说晚来的邮件啊 包括一些你这个怎么损失到2050欧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证明出来业主委员会这边才会把钱批出去嘛 但即使是这个样子 我都是还觉得是有一点无语哦 对这个决案来说 那第二个决案我觉得比较离谱的是什么 跟钱有关啊 在这个楼里面嘛 其实每一层都会电梯出来之后会有两个门嘛 然后一个门是通到这样子这边三户人家 另外一个门通到另外一边三户人家嘛 就这样子一个隔离的门嘛 有一个楼上的业主觉得这个门已经连久失修 有一点坏掉了 所以去请求人来修 但是但是这个物业去找了一个那种手工价来报价嘛 他觉得修不值得 你还不如换 换一个比修的花的钱更少 报价你知道是什么吗 换一个这个门 加上你的安装费和把你原案的门拆掉 拿去丢掉这种个报价 就这么一个门 8300欧元 没有听错 8300欧元 换装人民币六七万块人民币一个门 而且这个门不是我们那种什么环道门 什么特别复杂的那种双层四层什么大门 可以看一下真正的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门 它可能比普通门厚实一点 像一层薄薄的玻璃 我因为我也是搞土木的 我在想说它会不会因为有黄火要求什么要求 但是就我来看说 因为外面这边是通风的嘛 所以它不需要有一个防止烟尘流动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它即使有要求 但是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所以我就在想说 除了这个因为是高层 它需要高层有那个比如说换门 可能有考虑到一些危险性啊什么 这个是有原因的 但是一个门到8300欧元 我觉得这确实是有一点过于离谱了嘛 但当时在这叶主大会上有两个老爷爷呢 他就提出问题 他说同样的 他们有朋友在那种 我们雪花饼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区里面 也是个老房子 要去换这个门 虽然不是高层建筑 但是人家也是有黄火要求的 去换这个门 总共也就花了差不多3000欧元左右 为什么到我们这边就翻了快三倍左右嘛 就提出了质疑嘛 最后经过大家的决议呢 那终于是有个那很比较满意的答案 那超过半数人投票是不同意的 那这个就是包括提出这个提案的这个人呢 他自己也不同意 他说我提出这个提案 只是说我觉得可以换这个门 并不是他同意这个8300 我去换一个门 他也觉得非常的离谱啊 那如果是两三千欧元 我去叶主元大会就包括我自己 还是我也知道德国农工费很贵 所以换一个门也很正常 但是8300有点太离谱了 所以这个提案暂时就被拒绝掉了 第三个我觉得比较离谱的提案是什么 这边还有一条 因为我们这栋楼经常会有很多那些野鸽子飞进来 在里面拉屎在阳台拉屎真的很烦 那隔壁就会有一个业主他就说 那他想要去搞那种网吗 把整个阳台这样子玩起来 就他自己出钱自己弄去把这个这样子玩起来 但是也需要我们这样决议通过嘛 因为在德国的话你需要外观这些东西 其实要通过业主委员会大家业主一起 投票通过之后你才能去改造的 并不像你在室内一样 你想怎么改都怎么改的 那当然是也不包括室内的沉重结构 我们只是说到一些不沉重结构 然后一些外观的东西也是需要 业主委员会这边通过你才能去造的 那当时就有业主这样提出这样的问题 有几个比较老的大妈 他可能就有点意见 他说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建筑外观 会就是说你如果你一家装呢 那其他家也要装 那整栋楼看起来不都是网 看起来很难受 所以就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那鸽子真的有时候很烦 你要是经常飞进来 影响到你的睡眠啊这样潮你 或者搞的沾兮兮的 甚至有些带病毒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大部分人还都是同意的这个决案 这个决案就通过了 但是我有点不太理解 有可能反对的提案吧 因为我觉得虽然会影响到外观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你自己出钱 这又是你自己的阳台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好吧 就不会说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其他人 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嘛 那第四个要讨论的点 其实就是不在这些提案里面了嘛 业主委员会 当时我们有包括在我在内嘛 有提出一个意见 就像比如说楼下我们的那个垃圾房里面 经常比如说有些垃圾分类 有些人甚至把非常离谱 租客走了之后 把那些非常离谱的家具什么都堆在那边嘛 那这个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要付垃圾会给市政嘛 那市政每次你如果有多余这些 不属于这种我们叫瑞斯特 也不属于那种只能那些垃圾 你把这种比较大件垃圾换在那边 它是需要罚款 这罚款的话因为找不到人 他就是还你整栋楼大家平摊嘛 这个钱每年可能都要去掉好几千欧元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能不能装一个监控 在这种垃圾房或是一些公共区域 包括我们底下 最底下有个楼层的门 不知道被谁给提坏了嘛 玻璃坏掉了 这个门就去修其实蛮贵的 但是所以的话大家就说 能不能这样子装个监控 物业就是听到监控这个词 马上就否了 他说哎呀 德国的这个法律啊什么的 你这个得算是公共的区域什么的 你就是不能装监控嘛 但是我在想说垃圾房里面 你这属于是我们这栋楼 所有业主的一个算公 自己业主的公共区域 并不是属于大家公开的区域嘛 包括像这栋楼里面 包括我们这样子底下的 这样子一个叫做什么路门啊 门禁这一块 那其实外人也不能进来嘛 除了是你的那种访客什么的 正常也属于 这一块都是属于我们自己 所有业主共同的区域嘛 那如果业主通过专监控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不行呢 就像有些办公楼 他有一些路口处 他也可以专监控啊 那我们这个物业他也是这么解释的 那其实作为我们就是业主来说 包括住在这栋楼里面的业主来说 我们就会觉得很烦嘛 因为有一些业主他可能不住在这边 然后把房子除除出去 甚至有一些数字非常差的租客嘛 他不要说垃圾分类了 他就是非常离谱的 把乱七八糟的东西 正把你的垃圾堆搞乱七八糟的 我有看过真的非常的离谱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阳台啊 还有一些更离谱的 我有听说过从阳台上 把什么玻璃屏直接往楼下扔了 这个当然发生的不是特别多次 就是有发生一两次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应该装一下监控 然后来把这些人揪出来 如果要罚款啊 要什么可以找到这些人嘛 对我们业主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在座 所有业主的感觉 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有这样的诉求嘛 甚至我们觉得说 电费出就出啊 买摄像头的钱也可以出嘛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物业他说 会违缓德国法律什么的 就这样子不了了之 所以我们当时这样提出 这个意见的话 其实也就后面不了了之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个 非常很不合理的事情 就像我觉得说 德国人会经常说 你看中国都是监控 什么到处都是监控 但是我是想说 虽然都是监控肯定是不太好 但是你德国有时候真的是太少监控 有时候发生一些事件 你都无法举证 只能靠人的证词啊 或是怎么样去取证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靠谱的 这导致万一有些人 真正以后德国经济变长 那犯罪率升高 你也抓不到人 那不是更难受吗 对不对 那今天up到这里的分享 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 那希望以后有买房子 在德国 甚至购房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些经历 同时再决定一下 你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看一下要不要买这种 就是业主比较多的房子吗 因为他真的就每次要决议的什么 决议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要通过投票 去通过这些东西 来去通过这样的提案 我觉得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